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不能解除我心中的真正疑惑 终于 随着对历史的了解深入 我悟出了一点东西 在这里给大家献丑了 北宋灭亡的其中体现 就是静康之耻 从静康之耻中 各类人的不同表现 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些人的脸谱 从这些脸谱中 你就可以逐渐找出一些奇妙的因素 而这些因素 就是主和派出现的真 正原因 我称这种因素为上层圈子分化 这种文化很奇怪 看不见 摸不着 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到 或是瞎如的 比如宋格辽 为什么他们能达成百年和平协议 缠冤之盟呢 统一天下谁不想 但问题是 你得有那个能力 辽一开始是这样想的 但随着战士的推进 他们不想了 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辽吃不下送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辽的上层 接受了送的上层圈子分化 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 有副共享 干嘛 自找没趣呢 别逼急了 逼急了 于此往后 大家都捞不着好处 这就是北宋上层传递给大辽上层的圈子文化 咱们是一个圈子的 后来他们真这样干嘛 平分天下 双方相安无事 北宋用同样的方法 将圈子文化传递给刚出生的西夏 可这帮边缘小民们不识这一套 非要弄得鸡犬不宁 最后 大宋用博大的胸怀给西夏送去银子和卷博 才勉强感化了他们 契丹人很会学习 他们把这一套用到了女真人身上 搞了一个属女真和生女真 可是这个属女 真没有把圈子文化运用好 让生女真的上层怨声载道 契丹人每年还要在女真搞个什么头额宴 头预宴之类的 还让女真酋长们跳舞给他们助兴 生女真最宝贵的海东青和东桌 也被大量掠夺 于是 圈子文化再生女真不好使了 铁血首领完娘阿古打开始奋起反抗 并灭亡大辽 对于北宋 女真人其实一开始是接受的 他们在遥远的白山黑水 都能感受到北宋那强大的中原文化 只有贵族 才能懂点高雅的琴棋书画 北宋人很喜欢女真的北珠 吉东桌 娇皮和人参 也通过这些商品了解女真的文化 女真返聊的时候 北宋将自己的圈子文化 传递给了女真 大家以后和平共处 北宋愿意将原来给了的部分碎壁转给女真 这就是著名的海上之盟 可是和宋的合作老是让女真人不痛快 总是变来变去 而且抠字眼 最后 女真人感觉被套路了 于是 决定和宋决裂 大宋此时很矛盾 到底适合蛮不讲理的女真人血拼 还是继续推行自己的圈子文化呢 头脑清醒的人觉得 就算你要推行你的圈子文化 也要让人家觉得 你有那个能力才行啊 不然 人家凭什么和你五五分 或者四六分 而那帮热衷于圈子文化的辅助们不这样想 他们始终认为 放着舒服的日子不过 谁愿意整天打打杀杀的呢 于是 在我们认为非战不可的情况下 他们老是在今 送双方上层的利益分配上做文章 从以为可以把这套圈子文化 强加在女真上层头上 在他们心中 女真上层和他们是自己人 就像现在的某两国关系紧张 说不定人家的总统私交还不错呢 这帮人就是主和派 事实证明 主和你演的有资本 没有资本 谁还 跟你是自己人 所以 李刚是对的 总师道是对的 宗泽是对的 张迅是对的 岳飞是对的 因为只有强者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明天继续本文作者 鼠山笔侠 一个文章会说话的历史作者 专注原创 拒绝抄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